香港薩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公佈 本港2017年共有916宗自殺個案 平均每10萬人中就有12.36人自殺 即是每天有2.51人因自殺身亡 比前年的自殺個案少了38宗 而男士的自殺率佔整體自殺率6成 一如以往更女士的自殺率高 主要是因為男士被女士耐廉 不善於發洩和表達自己的情緒 而各行各業中南嶺階層是最多人自殺的職業 其次就是退休人士、白嶺和家庭主婦 自殺方式中最多人選擇的是有高空度下 佔整體人數5成多 其餘方法包括上吊自殺、吸入一氧化碳、 選擇浸死、服用藥物、使用利器等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整體自殺率比2016年低 但10至19歲的青少年去年的自殺率 比過去幾年高出5成多 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36宗的個案中 30宗即是8成多的青少年選擇跳樓結束生命 而都知他們產生自殺念頭的最主要原因 竟然不是近年社會各界極度關注的學業壓力問題 而是來自家庭因素 即是和父母相處等問題 例如父母對子女的期望 根據防止自殺會收到的求助個案中分析 中年人自殺的原因主要因工作問題 而老年人則因配偶離世感到孤獨而出現自殺念頭 為了更有效減低自殺率 受馬利亞防止自殺會除了會繼續提供求助熱線和網上聊天室外 也會在8月中推出首個跨平台防止自殺及情緒支援應用程式Check Loan 希望藉著這些方法有效支援有自殺傾向的人士 為他們提供多方面的情緒疏到服務 Live TV 記者 譚文媒 報導